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冯老师 Doc from Singapore 新加坡冯老师跟您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分享我所阅读的 今天分享这本 One Month's View of the World 李光耀先生 我们的新加坡的开库博夫李光耀先生 说这一本书 李光耀观篇下中文翻译 我们上次呢 我分享了一部分 因为李光耀在谈中国 谈到了中国 他说的这个中国的这种 中央集权的这种形态会一直存在 然后呢 在问答部分呢 就有这个 就问呢 记者就问说 这个中国的政治结构呢 会不会改变 那么因为经济的发展 这个各种各样的变化 是不是咱们的政治结构呢 会一直保持这个状态 然后李光耀说 真的是会这样 说李光先生认为呢 中国的政治结构不会改变 因为这个 基本的民众啊 中国人民的这个心态 这个基本的这个信仰 这个 改变 文化啊 这个所谓的 Mindsight 他讲这个中国基本上 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说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 是吧 那当然了 山高皇帝人 就他的文化 是在哪个地方呢 有这个地方的这个 存在啊 地方存在 但是呢 这个中央的强大是一定会存在的 这个基本的这个 Mindsight的这个思路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啊 有记者说呢 假说有这种 无间的 有没有可能有无间的这种 像咱们东欧啊 或者是这种情况发生 李光先生说这个 我不认为啊 no i don't see any chance of any uprising succeeding 如果他我不认为这种从西亚向上的这种 这种呃 会改变这个目前这个中央集权的这个状况 中国的这种状况 他不认为啊 no i don't see any chance any chance 所以他举了个例子呀 所以他又举了一个例子 乌坎的例子啊 当时李光先生 还在市场乌坎是发生的 所以你看呃 在乌坎啊 广东乌坎呢 只是说我们党的一个 这个呃 复苏记过去呢 就把这事搞定了 是吧 所以说呃 就现在中国呢 而且中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公安部的存在 而且现在 所以说他认为所谓的这种 这种呃 由下上上的这种 改变 目前的政治格局的可能性 是完全不存在的 所以这是基本上李光先生的观点 李光先生的观点啊 这个他的 观点是这样啊 啊 就是说呢 中央 强大的中央 这种结构呢 是不会改变的 强大的中央这种结构呢 不会改变的 然后呢 呃 根据他的个人判断 呃 中国人整个这个中国人民的这种 这种呃 思想啊 呃 底层的思想 不会改变 就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 然后呢 而且成大中央对于中国的问题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而且他不认为啊 目前这个呃 呃 任何的所谓的群青事件啊 就像乌凯特事件呢 会造成任何政权的这种 呃 改变 所以说呢 呃 因为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公安的力量 还有这个呃 他取了乌凯特的意思 对吧 所以说这目前造反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他他是这样看了啊 呃 这个 其他的这个呃 其实我再分享一下 既然是这样啊 这个这句话啊 这句话 这话应该我我我来翻一下 to understand China and what it will be like in twenty years time you will have to know what sort of people and society they are for five thousand years the Chinese have believed that the country is safe when the centre is strong that will not happen it's their preconceived view of the world Chinese have never had such a tradition 意思说他没有别的 像美国人那样的想法 所以说这句话 我来翻一下 中国人的几千年的历史 几千年的历史 让中国人相信 一个强大的中央 是非常重要的 有强大的中央才能有问题 才能有这个 国家稳定 然后大概下一个多年 所以这永远不会变化的 跟其他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什么一人一票的选举在中国 他认为永远不会发生的 然后这句话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 Chinese reemergence of major power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s one of the most dramatic events of our time 所以说他认为 中国的重新崛起 是目前这个世界格局的 最大一个事件 这个咱们 其他大大也说嘛 就百年未见 大格局 对吧 然后这个 目前为止呢 他 李官长说 The American are able to come and close 12 miles from the Chinese coast and look in 就是说目前美军还可以 逼近咱们的海岸线 12英里之内 但是呢 他会认为呢 it will aim to push them out of the 200-mil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ventually prevent the American from spying is in the 20 miles 20 miles of its eastern sea boat 那么李官长就认为说 解放军的目标是什么呢 当然特别判断啊 他说目前这个美军可以逼近咱们12海里来进行征探 慢慢的呢 这个咱们解放军海军的目标会是什么呢 空军海军目标是吧 他们逼出200海里的这个特殊竞技带 这个 所以说呢 So I see the global power equation changing in 22-30 years 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 他发现这个权力的这个平衡在变化 他认为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呢 中国呢 会 会希望能够这个在这个权力的这种权衡当中呢 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是李官长先生所做的判断 我来解决一下 李官长先生说呢 中国人的 对中国人的这样一个传统啊 或者说经过去年的历史 这个传统需要一个成大的中央 所以说呢 像美国那种一人票的权力制度在中国应该不太实现 然后呢 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 他认为会保持 中国人的基本的思路是没有改变的 目前所看到的一些 偶尔发生的不稳定的时间 他认为是不会影响到政局 然后他认为呢 目前中美之间的对抗在这个太平洋上 目前美军可以逼近12 英里 或者国家是海里 比较多是12海里 那将来可能那些话 就会把他们退出去 退掉200海里之外 那这个时候呢 整个政治的 平衡会不一样 所以这是今天的分享 聊了一下这个李光耀的 这个一小部分啊 我会边读边分享 然后这个有价值的 封老师 阅读 然后分享 跟我们分享 一关关键一下 他看中国的政治 这个欢迎订阅封老师频道 向我封老师 跟您一起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